过去采矿时期的年代 九份老街上就已经有一家在地的超哇粿点 叫做阿兰超哇粿 在业者第三代的辛勤经营之下 这家老店超哇粿 早就已经成为大多数游客到访九份必败的特产伴手礼了 而且因为料好实在 口味变化又多 加上随时随地都有新出炉热腾腾的超哇粿等着消费者上门 使得这家的超哇粿点总是生意兴容 而他们制作的超哇粿有哪些秘诀呢 来看看我们的报导 说起九份你第一个想到的应该会是《悲情城市》这部电影吧 没错它正是让九份重新繁荣起来的幕后工程 也是阿兰超哇粿新奇的重要原因之一 话说九份还是采矿时期的年代 老板许先生的祖母就已经在九份的老街上 开了一间小小的店铺 专门卖一些高饼给矿工们当作点心 但是随着这个城市的没落 小店也随之关闭 直到《悲情城市》这部电影的出现 再次带齐了九份的观光热潮 许先生兄弟两人放弃了原本在台北的工作 从母亲那里传承了这项记忆 并再次在老街上开启了 专卖超哇粿和烏龜粿的店面 因为他在八月那个《悲情城市》啊 他就在做十个人说这边风景很漂亮 所以他们又有人才过来 当初也没有说要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因为我们都到台北去 那后来就是说 我父亲说 这些人多了不然回来这里做什么 做看什么要做的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就是说 那一段时间就是说 什么我们逢林过节有做一些 就是炒阿粿 比如说烏龜粿也是说 做一半什么 许先生说做炒阿粿和烏龜粿 都需要用到糯米 因此每天清晨三四点 就得开始准备工作 先把米浸泡至少两个小时 接着下去磨成纸之后 就送到脱水机里 把米汁沥干 然后再放进搅拌机里 如果是炒阿粿的外皮 就加入薯麴草粉、砂糖 如果是烏龜粿 就加入已经拌炒过的鱼头块 下去搅拌均匀 然后送进蒸笼里 这时拌成品已经完成 我们把这个米脱好 就白色的 那然后加入薯麴草粉 所以它会变成绿色的这样 加一点糖 所以它那个皮吃起来 就有点甜甜的 我们北部一般都是用薯麒草的粉 南部它有 它用一种 爱草 因为我们糯米一般都会 吃起来有比较脏气 所以我们加薯麒草的粉 它就比较不会脏气 不一会功夫冒着白烟热 腾腾的烏龜粿出炉 掀盖的那一刹那 香味不比而来 真令人垂浅三尺 这时候必须开电风扇 马上将它们冷却 以免水蒸气过多而变得不好吃 烏龜粿蒸起来以后 就是因为它 它那个水蒸气太重了 所以要把它吹凉 那没有水蒸气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装袋子 那这样我们就不会说 那个水蒸气 那个水分在袋子里边 插柜馅料和外皮 准备就绪 店里的工作人员 就开始包馅料 插柜的馅料 共有四种口味 红豆 绿豆 萝卜丝 咸菜 这些馅料可都不夹 他人之手 店家自己制作 品质也较容易掌握 红豆绿豆是我们自己煮的 我们不是像人家批那个馅料 我们自己煮的 所以啊 我那个最主要是 因为我一般人家有 要吃这个红豆 要有一定口感啊 你一般 因为一般买的 它那没有那么颗粒 我们吃起来还有那个颗粒 红豆的颗粒在 操柜虽然是种传统食物 但经由许先生的用心 在制作方式上和口味 都多了丰富的变化 像是糯米食物吃了容易脏气 所以店家特别将艾草 该以蜀取草来替代 吃了之后 较不容易产生脏气的情形 而酸菜口味的操作 则是他们吃了挂包之后 突发奇想所开发出的新口味 这个酸菜是比较后期一点 以前都没有做酸菜 那后来就是 是解的吃那个挂包 你知道吗 挂包的口感还不错 所以它这个酸菜是 像挂包一样的那个 炒成像挂包一样的馅料下去煲的 万事起头难 刚开始兄弟俩开启店面 因为没什么知名度 所以每天卖出的数量并不多 不过借鉴的来买锅的民众 觉得很好吃 因此口耳相传 也累积了越来越多的顾客 就这样在这小小的店铺里 制作过程完全公开 卫生品质消费者看得到 不过这两年物价上涨 理所当然的店家也会受到影响 不过老板却坚持不涨价 目前那个原物料虽然在涨价 但是我们为了回馈那个顾客 所以我们还是坚持 还是十块钱 那我们尽量就是把这个 譬如说我们去补货的话 我们就去补货 那大批补货就把成本压低下来 尽量就把这些回馈 给那个消费者下来 好一个十块一个十块 其中也不乏是已经来过好几次的老主顾 就因为食材新鲜 馅料扎实 也让人爱不释手 那今天就是看你还蛮烂的 对 这家东西还不错 还蛮新鲜的很好吃 对 香味四溢的馅料外包着Q皮 咬一口让人回味无穷 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所以一定要趁新鲜吃 有的游客则是一买来 就忍不住欠大可多一 好不好吃 看他们表情就知道 对啊 讚 很好吃 对啊 加入 对啊 它跟一般的那个乌龟咬不一样 原因是因为它的那个乌阿 是一个一个的 很明显可以咬到那个乌阿的口感 可是一般的 乌阿没有这么 是全部和在一起 不是一块一块的 所以我觉得它很好吃 之前店家是没有提供宅配服务的 但是今年来许多老主顾 常常为了要购买这里的产品 不远千里而来 不仅花时间也花车钱 所以店家开始有了宅配服务 让这些老客户不用如此辛苦 也可以购买到他们的产品 我想这也算是一种 对顾客的回馈吧 要欢迎我们的 咱们要下去的蛋白 就 但是固定我们是星期五 星期五我们会下去补货 星期五下去补货回来 那补货的时候呢 就是说一千块钱以上运会就好 就是秉持着东西好吃 生意自然就会上门的理念 店家也都从来不涨价 并坚持当天现做 希望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 都能够吃得开心 也能体会到店家的用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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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